第664集 98号 不只是一名远程攻击混倒士 在近战方面 他也有着一定的能力 被无头铁石不断的纠缠 让他感觉到 再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对手下一个能力释放出来 就会结束自己 他不得不铤而走险 看着霍雨后坐在轮椅 不良于行的模样 只有靠近他 打断他那诡异的银场才行 有无敌护照的保护 那无头铁石也伤害不了自己 无头铁石确实只有防御力和力量强大 并没有更多的能力 虽然从后面脊椎 但也没办法限制住 通过混倒推进器 全面加速的98号 这比赛才才多大呀 混倒推进器一发威 几乎是瞬间98号 就到了霍雨后面前 手起刀落 直奔霍雨后当头刺下 他看到的 是霍雨后眼中流露出的一丝遗憾神色 然后一面巨大的盾牌 就挡在了他面前 嘘 盾牌表面 一层碧绿光泽 瞬间升腾而起 当98号还期盼着自己的腐蚀分解匕首能够赤葱盾牌的时候 他却已经吃惊地看到 自己那基础在盾牌上的匕首就像是融化一般已经失去了刀刃 紧接着一圈白光在盾牌表面上亮起 98号的身体就已经如同炮弹一般被轰了出去 盾牌名为裁诀 七级混倒器 霍雨后全力以赴用了五个时辰 再加上生灵守望之刃才能制造完成 附带三个能力 反弹 吸附 只能直接作用于物体 对任何能量无效 还有最后一个 那就是裁诀 和前两者一样 它也只能作用于物体 传承于生灵守望之刃的能力裁诀 能够瞬间吸收任何物体的生命力 并将其瓦解 在这盾牌上的作用略大折扣 那就是对于一切七级以下的混倒器 有这种作用 对七级以上混倒器 则能根据其强度 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 可以说 这面盾牌 对于近战混倒器来说 就是神器一般的存在 有了它 霍雨后会怕对手近身吗 口中咒语 根本就没有停止过 经过这中间的小插曲 霍雨后的吟唱 已经超过了十秒钟 终于 它的吟唱结束了 它的双眼 也随之变成了紫黑色 背后 那巨大的身影略微迟滞了一下 紧接着霍雨后抬起右手 朝着九十八号摇摇一指 顿时九十八号全身都冒出了一层层紫黑色的光芒 哪怕是无敌护照竟然也无法阻止这个亡灵魔法产生效果 在金色的无敌护照内 九十八号发出大声的惨叫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竟然开始从皮肤表面融化了 拼命地催动魂力 也只能让这个融化的过程略微降低几分 释放出这个魔法后 霍雨后的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 有了这几次尝试之后 他发现 施展亡灵魔法 依靠更多的是他的精神力 对于魂力的消耗是有限的 而精神力正是他最擅长的呀 先不说层次 但是以他现在的精神力强度 就能够和八皇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媲美了 就是这么强的精神力 他在施展刚才这个亡灵魔法之后 也感觉到自己接近三分之一的精神力瞬间消失 可见这个魔法的强大 凋零术 单体攻击极强大的魔法 由内而外 直接作用于对手的精神层面 点燃及体内的生命力 令生命力和他身体产生一种诡异的元素变化 从而自行融化 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实力 被凋零术命中之后 都只能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能量来抵挡 抵挡不住 就会凋零而亡 凋零术的持续时间 有足足一分钟啊 眼看情况不妙 身在中央贵宾室中的三长老待不住了 人尚未出去已经大喝一声 九十八号认输 快急速你的能力 光影闪烁 三长老已经出现在金色大厅板空之中 虚弦在那里 霍玉浩心头一灵 自己今天的展现似乎有些过分了 幸好都只是亡灵魔法的能力 你是谁 你凭什么为他做主 霍玉浩淡淡地问道 三长老如果不是顾虑到西水蒙的微信 早已直接冲入魂岛护罩去了 急声道 我是他的老师 我说话算数 你赶快急手攻击 好吧 霍玉浩并没有坚持 这位能虚浮在空中的老者 起码也是八环修为 可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抗衡的 右手再次朝着那九十八号点出一指 中断了凋零术 九十八号顿时软倒在地 他只觉得自己全身皮肤都变泥泞了似的 那种随时都有可能脱落的感觉 令他整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事实上 那也只是一种恐惧而已 在他自身魂力没有消耗殆尽之前 凋零术是无法让他直接凋零的 那恐怖的感觉 本身也是凋零术的一部分 是对对手的心理攻击 在这个世界上 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伊莱克斯不在了 霍宇浩就是唯一一个会使用亡灵魔法的人 面对这样的攻击 谁又能有经验呢 抬头看向早已呆滞的三位裁判 霍宇浩傲然道 我赢了 把我应得的东西拿过来 防护罩开启 三位长老迅速来到九十八号面前 一把将他扶起来 检查着他的身体 确认他无恙之后 这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转身再看霍宇浩时 目光就变得起义了起来 三名裁判 此时已经从裁判席上走了下来 但却没有走向霍宇浩 而是目光迟疑的看着那位三长老 正在这时 又一名老者来到了台上 先前他在中央贵室内被称为二长老 属下拜见盟主 三名裁判同时向二长老攻身实力 都起来吧 还不快把赌注给这位小友 我们西水盟一向以诚信为本 绝不会做任何北信奇异之事 这位二长老 西水盟主相貌堂堂 一头白发整齐地疏拢在脑后 白须飘飘 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 出此见面的话 很容易给人以好感 有他发话 三位裁判不敢怠慢 赶忙来到霍宇浩面前 将红尘庇佑和黑暗青龙都递给了他 不想 不能给他 那是我的黑暗青龙啊 此时九十八号已经反应了过来 起身就要扑过去 霍宇浩抬起右手 朝着他摇摇一指 九十八号顿时面露骇人之色 一个侧扑就闪避了开来 哼 这次没有 愿赌服输 怎么 当着这么多人 你也要耍赖了吗 三长老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了 一把抓住还想冲过去的默克 一巴掌就抽在他脸上 还行 丢人不够 给我回去 说着 他就带着默克下台而去 三两下闪身 不见了踪影 台上 溪水盟主 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 小友 你好 我是这溪水盟的拥有者 你可以叫我南宫婉 南宫婉 骤然一听 霍宇浩还以为这是个女人的名字 你好 南宫盟主 见到你很高兴 终于 引出了这溪水盟的高层 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但对方在见过了自己的亡灵魔法之后 态度还如此之好 本身就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了 南宫婉并没有多言 向三位裁判道 好了 宣布比赛结果吧 是 裁判长高声喊道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本届名读浑倒式精英大赛 溪水盟分赛区的三强已经绝出 分别是66号参赛选手 88号参赛选手 以及96号参赛选手 他们除了获得今天的中奖之外 还将获得代表我们溪水盟 与另外两个分赛区三强 进行最后总决赛的机会 比赛终于结束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啊 一些赌性极大 压注在霍宇浩身上的赌客们 此时已经开始高声欢呼起来 而那些压注 错了的赌客 则一个个垂头丧气 南宫婉来到霍宇浩身边 哈哈 小友啊 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来这里 只是为了赢得奖励而已 就算要谈 也等我拿了最后的总冠军再说 我钻的盾牌 按照比赛规则 我可以带走吧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 已经看下了台下的奖励 眼中充满了贪婪的光芒 哈哈 当然可以 既然小兄弟不愿多说 那就 等你代表我们西水盟获得了最后冠军之后 我们再好好谈谈 有一点 我可以提前告诉小兄弟 如果你为我们西水盟 争得了这份荣耀 那么 除了大赛的奖励之外 我们西水盟 还会单独的 赔一份厚礼给你 那就再好不过了 霍玉浩答应一声 何才头 已经走上台来 推着他的轮椅 下台领奖去了 南宫晚 站在台上 双眼唯密地看着霍玉浩 脸上流露着 若有所思之色 金色大厅所有大门敞开 赌客们余光而出 经过了一晚的等待 每个人都充满了疲惫的感觉 领取了奖励后 霍玉浩和财头与王东尔 娜娜 会合了 就出了青色酒店 小董 推着我 向上次那酒馆的方向走 前行 256步后 有一条街道 左转过去 快 王东尔没有吭声 他自然明白 霍玉浩此时 为什么如此紧张 现在更不是去询问 霍玉浩施展那些能力的时候 就按照他所说的 一直前行 霍玉浩闭合着双眼 不再吭声 正好256步 王东尔推着轮椅 突然左转 何彩头和娜娜也迅速跟上 这是一条漆黑的巷子 没有路灯 四人没入黑暗之后 很快就消失了踪影 青色酒店 地下一层 贵边时 老师 我错了 98号 一脸惭愧的跪倒在三长老面前 脸上充满了痛苦之色 他这痛苦可不是装的 失去了猎王可刀 他的昏倒尸能力 至少要下降20% 那黑暗青龙 可是他真若性命的宝贝啊 三长老沉着脸一言不发 96号也跪在98号身边 低着头不吭声 除了他们师徒三人外 贵宾室内还有二长老 溪水盟主南宫碗 以及那位神秘的副教主 和另外几名中年人 副教主 您觉得刚才那个年轻人怎么样啊 南宫碗低声问道 副教主蓝灰色的眼眸中 流流着奇异的光彩 很奇特 那种感觉 仿佛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找着的 您是说 它有可能是 是的 就是那种奇异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浑环突然变化 由原本的五个 灰色红环 而且是那么的独特 可是就这么一个红环 却让它至少连接施展了三种能力 如果买一个都是技能的话 那灰色红环 也就太奇异了 有意思 这个年轻人 很有意思 我已经派人跟上去了 先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 和什么人有联系 他既然敢在我们这里毫无顾忌地使用这种能力 就一定有其底蕴 他一定 有着另外的身份 借助双生五魂中 那个较为普通的 掩饰着自己的邪魂师五魂 只是不知道 他这邪魂师五魂是什么 你今天做得很好 没有打草惊蛇 这件事 我会立刻回禀教主 请他定夺 是 正在这时 一名黑衣人快步走进房间 来到南宫王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废物 南宫王冷喝一声 副教主眼神微动 南宫王有些尴尬的道 哇 我们的人跟丢了 他们几个进入一条光线叫岸的巷子后 就失去了踪迹 去 把承安叫来 是 黑衣人有些颤厉的退下 一会儿的功夫 陈安 就快步走了进来